音小微 審慶金申請延壓 這是不是告訴大家 柯文哲接下來延壓的機率 非常非常高 來自於大家推測 這一個禮拜或者下一個禮拜 柯文哲起訴 這個時程是不是勢必也得往後壓 現在大家開始討論了 音小微 審慶金申請延壓 吳順銘現在因為認為說 他已經交代清楚了 所以他申請聚保停壓 大家討論度很高的許子瑜 橘子現在確定 檢方已經證實 列為洗錢案的被告 所以是不是一些的脈絡裡面 可以整理出來 大膽預言柯文哲 繼續再壓下去的機率 就機會非常非常大 這個禮拜或者下禮拜起訴 我看這個可能就有點困難了 週刊有最新的報導 隨著橘子確實如週刊所預告的 一早週刊先告訴大家 橘子要被列被告了 很多人還在想說 週刊又在寫科幻小說 但沒有想到檢方立刻證實 橘子被列成被告了 週刊的最新爆料說 橘子在3月的時候 接到科務者的指令 要把現金交給李文中 把身邊的400萬現金保管好 5月的時候交代了這些款項之後 立刻飛到日本 8月27號橘子回到台灣 為什麼要回到台灣 要交付什麼東西 或要給他什麼任務嗎 那隔到28號的時候 印小威在台中機場被攔 29號的時候印小威遭聲壓 柯文哲下令要橘子 隔天一早飛到日本去 這個案情裡面 代表橘子的角色很重要 400萬 還有包括冷錢包的這些密碼 到底是不是在他的身上 還有柯文哲探望科爸爸 這個過程當中有媒體報導出來 10月18號傍晚7點的時候 柯文哲到醫院探望爸爸 他聽完診斷書報告之後 就哭了出來 對於父親表示被羈押的處境 他抱怨民進黨 認為自己遭到陷害 跟民進黨有不共戴天之仇 整個過程大概歷經了半小時 最後簽下放棄急救同意書 然後回到北索 但是現在柯美蘭跟蔡壁如 兩個人隔空互幹 時間續18號柯文哲去 19號的時候 柯美蘭在造勢活動裡面 柯美蘭跟台下的支持者說 他一個人獨自面對 爸爸生命的事情 但當時他到底知不知道 柯文哲已經到過醫院了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立刻有人就在 相關的這些群組裡面 丟訊息問柯美蘭 說這到底怎麼回事呢 那柯美蘭看到有人問他 很生氣 請轉答蔡壁如 你沒有資格洩入我爸爸的病情 不要做一個我討厭的人 蔡壁如是20號轉述這個事情 蔡壁如的講法 等於是打臉19號的造勢活動 說你們還在那邊賣悲情這樣 請他閉嘴 不要談論他的家人 吳宇軒民眾黨的人 直接告訴大家 他也回避了相關事實的真相 到底如何 他直接一句話 希望民眾黨的黨公職 要謹言盛行 不要再傷害到柯家的人 蔡壁如一開始說今天上班時間不方便回答 後來他講每個人都會有情緒 也都可以理解 這要請教博弈了 我先講了 應曉威議員跟沈青 今天被申請延壓了 再加上許子 許子瑜轉被告 我個人認為 柯文哲起不起訴不知道 但是被要求延壓的機會 應該非常高 因為如果放出來的話 他會不會有創供的可能性 所以八成 對 所以八成柯文哲會被延壓 因為感覺起來橘子手上 可能真的有一些很重要的證件 應該是99% 對 要不然他不會幾乎消失 也不做任何回應 也不願意回台 從證人變被告 接下來很有可能會被通緝 所以說柯文哲被延壓 就會非常高 那我就要想了 柯文哲今年年初 還是一個非常風光的 總統候選人 總共拿了兩三百票 兩三百萬票的選票 到現在 已經淪為變為阶下球的狀態 這整個過程 誰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我個人認為是柯文哲 他自己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一路從藍白和到現在 我真的讓人覺得 就是柯文哲的誠信 真的受到很大的挑戰 我覺得破產的情況 要知道之前 因為選舉的狀況 很多藍營的大佬 認為藍白要和 才有機會贏賴清德 所以的確很多人 願意去拜訪柯文哲 或是當中間的和四郎 希望能夠促成藍白和這個狀況 當然有沒有捐款我不知道 我不曉得有沒有捐款 但是如果照很多媒體講的 有捐款 而結果是柯文哲還收了捐款 最後造成藍白和破局 那我真的要講 柯文哲 你跟詐騙集團有什麼兩樣 收了錢不辦事情 要知道 11月17號晚上 當天就會發生了 陳佩琪 柯文哲太太 把手機藏起來 讓柯文哲不能夠接電話的事情 這個理由我老實講 我真的不相信 這擺明賽給在野黨 包括是給難看而已 要不然怎麼會是這種理由 做了 做完之後 一般的人是捐款潛逃 柯文哲更上一層樓 他捐款不逃 繼續選 繼續選 繼續募款 從很多的政治性大筆的募款 募款到後來 是他的支持者上面去募款 從開始割小草 幾百幾百的募款 募到後來 幾千萬通通收進來了 募了這麼多完 他做了什麼事情 政治現金亂報 選舉經費福報 到現在很多民眾黨 黨工沒有拿到錢 但是這些經費 通通柯文哲都有去報仗 你告訴我 叫大家情何以堪 所以我真的要講 現在柯文哲的處境很難過 我也覺得很唏噓 但是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 你自己必須要想清楚 當然柯文哲的爸爸 我希望他身體健康 毫無疑問 跟這個政治案 跟他的案子都無關 但是我真的覺得民眾黨 包括柯文哲家人 不要用情緒勒索的方式 來處理這個案子 很簡單 民眾黨市議員直接講 柯文哲因為受到司法的迫害 所以造成了他的家人 不能夠相見 骨肉分離的下場 連柯文哲的他的家人 柯美蘭都直接說 主任黨押人取共 押他的哥哥 讓他要獨自面對 他爸爸的生病 我覺得這些沒有意義 而是應該儘快 讓柯文哲的案子水落石出 檢調要加油 但是民眾黨也不要拿這個 來做政治的操作 這只會讓社會 更加對立而已 柯文哲因為CB 到底裡面的帳戶 現在到底是解密到什麼程度 我看週刊的報導 已經解密得差不多 都非常非常完整 現在有一篇報導裡面講 邱培林扮演募款大將 舉止被稱列為被告 全部都已經解密出來 捐款超過百萬的 至少有十位以上 小省1500 現在1500 1500萬的機會非常非常大 包括王令玲 陳銀柱 謝國良200等等 這些最新的名單 黃崇仁也就是利基店的負責人 黃崇仁 他向來都是挺賴清德的 沒想到他也有一個數字 200是捐給柯文哲的 這到底怎麼回事 不過週刊裡面報導非常清楚 他不是直接給錢 他說黃崇仁跟柯文哲講說 我是挺賴清德的 我沒有辦法捐錢給你 這個會有問題的 但是我願意介紹 我們其他的這些電商 給你一個標案 做網路調查的 金額是200萬 剛剛利金店正式的證實了 確實有給柯文哲 跟民眾黨標案 但金額並不是媒體報導的 那一筆金額 但我也覺得很怪 怎麼還有這樣 那這樣算政治現金嗎 我介紹案子給他標 是給木可來標的 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最後都是一筆爛帳 到底有沒有違法 這個還要去查下去 不過可以 這個等於說是間接證實 USB的解密 還有包括週刊的報導 可信度非常非常高 黃崇仁本人 剛剛看到媒體畫面 他是被大家追的 然後避而不打 是他們的這個發言人出來 證實了這件事情 基隆市現在副市長邱佩玲 經手了七位重量級的企業名人 的現金捐款 超過了千億元 不過你看這些 審慶金1500 林智朗500 五百 五百 三百 三百 這樣加起來也是好幾千萬 那這些是私账了 沒有登記在公帳 這些錢去向何方 到底跑到什麼地方 記之後看說 這個邱佩玲負責串聯企業 跟柯文哲說裝窮 柯文哲很窮 跟企業人士來捐錢 柯營的內部人士說 剛剛你看到畫面說 他化妝化得非常濃 被認為是柯營的陳文倩 他在藍營政商裡面 有效人脈可以要到很多錢 然後在兩岸對岸也有非常 這些可以幫他安排 私下的一些互動的活動 所以兩岸的人脈他也有 他是邱創患的大女兒 曾經當過東森極端的高層 他還有個角色 創黨元老 柯文哲重要的國師 創黨前一週還跟邱佩玲 有這個湘潭超過一個小時的時間 等於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USSB裡面不只張高翔 王立林 挺藍白河的劍商 也就是剛剛博弈講的 本來對藍白河有很多期待 跟想像的這些劍商 有集資上億元兼給柯文哲 但後來說變就變 這些劍商情何以堪 還惹了一身心 請教兵哥 現在這一些金主陸續曝光 因為之前也約談了 王立林 陳銀柱這些人 他們大部分都是承認 包括今天黃聰仁也承認 就是他確實有引介 這樣的一個公司 募可去承包相關的案子 這個東西算政治獻金嗎 恐怕就不算 因為它是不符合 政治獻金法的規範 問題是這個賬到底要怎麼解 說真的 這到底有沒有違法之餘 這恐怕要再去深究 兵哥 我覺得他不算政治獻金 但他算是在柯文哲裡面 手中掌握的一筆私障 所以會出現在USB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奇怪 因為募可過去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民眾黨是一直說 募可跟他們是不同的單位 募可是另外一家公司 請問一下 募可為什麼可以代替 民眾黨去收這樣的政治獻金 這個就更奇怪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一開始 他民眾黨扯不清 現在陸陸續續這些問題都出來 然後根據政治獻金法的規定 如果你是這樣子不符合政治獻金 法的這樣子的捐贈的話 抱歉你可能要除以兩倍以上的罰則 兩倍 對啊 假若他加起來五千萬的話 就要賠一億 對啊 這正常 因為我們都知道政治獻金 規定就算是財團法人 你最高的上限也是一百萬 那這些全部都超過一百萬 學問一下你到底怎麼捐 你是用什麼方式去捐的 當然我知道有一些公司 會把它拆成 比如我一家大公司不行 我把它拆成很多小公司 一個一個這樣捐 這樣可能是違法的 這就沒有什麼 因為它是不同的 不同的公司 就是我一家母公司 我下面有很多子公司 這樣應該是沒有違法 對 理論上應該是沒有違法 但是他們是不是這樣的 目前不知道 然後就是包括小省的 這1500萬怎麼來的 或者其他的人 到底是怎麼做 然後有多少是直接 直接用政治現金捐證 有多少是從其他管道去 所以這整個賬變得異常複雜 所以我覺得這個恐怕 要查非常久的時間 那這些大老闆 當然你說罰一點錢 對他們來講無所謂 可是這些東西 如果未來證實都是真的的話 那就至少破解掉一個神話 也就是過去民眾黨 一直告訴大家說 他都是靠小額捐款 小額募捐 那現在搞了半天 你的主力還是大老闆 對不對 就是這樣 那至於邱佩玲 邱佩玲的政商人脈 一點都不奇怪 他秋創壞了女兒 他又不好才比較奇怪 所以柯文哲會倚重他 這些都是很OK的 可是問題是重點就是在於 邱佩玲引介這些人之後 這些人到底是單純的 只是給柯文哲政治獻金 還是有其他的政商合作關係 甚至有沒有其他的 期約的行為 如果有的話 那事情恐怕會越來越大 但很多民眾就認為說 柯文哲也很聰明 找一個國民黨的前大佬的女兒 去吸國民黨的奶水 壯大了自己 當然現在有個最新的民調出來 說韓國瑜的好感度 飆升到45% 這是台灣民意基金會 做的一個最新調查 調查時間約莫是在 國慶之後的一個時間點 他說跟2019年罷免韓國瑜 韓國瑜聲勢最低最低的時候相比 他的這些好感度一陡增 增加了19.8% 將近要增加20% 我這輩子跑政治新聞 很少看到有個政治人物的好感度 可以增加20%這麼多 如果1%代表19.5萬人的話 等於有386萬人 變成對韓國瑜好感 為什麼他當一個立法院長 他的好感度會從以前 幾乎整一次政治 已經生命死亡的情況之下 現在會神奇般的 神機般的大復活 請教博弈 我就先講第一個 韓國瑜院長從之前好感度最差 到現在好感度飆升 有做什麼特別的事嗎 其實也沒有 韓國瑜院長就是做他自己該做的事情 之前是市長選總統 現在做好的院長 而整個支持度飆升 除了韓國瑜院長 繼續保持他該有的水準之外 還可以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其他有多爛 有多麼糟糕 你看韓國瑜院長當上來之後 他做他應該做的事 調和鼎耐 好好的不管是在黨還是執政黨 他都去用心跟大家做溝通 但看到是民進黨那些立法委員 不曉得在幹什麼 找麻煩的找麻煩 穿小鞋的穿小鞋 甚至連韓國瑜院長想要辦個國慶晚會 之前宮古皇庫一開始說什麼 沒有錢 不好意思 我沒有錢捐助 這些事情我老實講 民眾看多了 就知道到底問題在誰的身上 所以韓國瑜院長第一個 勤勤懇懇做他應該做的事情 再第二個 韓國瑜院長把國慶 我個人認為辦得相當的有面子 因為他調查時間在國慶後的幾天 幾天 對 所以大家可能對於真的又回到 中華民國的懷抱 以及當天的活動辦得這麼好 沒錯 特別有感覺 特別有感覺 看到旗海飄揚 看到國旗飄揚的樣子 我相信不管是什麼想法的人 對於這種場面都不會討厭 因為都喜歡 因為那代表是我們國家 除了一些極端的台獨分子之外扣掉 大家都喜歡 再來就是大巨蛋啟用 包括江慧也都來 看到非常多精彩的表演 還有包括我們的軍隊的表演 我們的陸軍官校的表演 包括很多我們的一些 民間的一些演藝人員 整體展現出來的氛圍 我覺得是讓人家感動 而且跟以往展現出不同的風貌 柏瑜那你覺得他會再選2028嗎 我覺得現在來講太早 我目前認為應該 看起來不太像 因為對韓國院長而言 他從以前當立法委員 後來成績了 後來又去當市長 又選總統 韓國院長這一生中 經歷太多起伏了 我相信他自己有非常多的感受 接下來下一步 我相信他一定會用最穩當 而且做最好的方式走下去 現在講到2028 我說真的 很多都會有一些綠營的人故意 有時候你看韓國院長 先要起來 又野心了 又開野心了 然後還見風插針 然後讓國民黨又內鬥 所以對於韓國院長而言 我老實講 2028要不要選不在於韓院長個人的意願 而是在於民眾給他的肯定 如果他這段時間做得好 我相信要選什麼 大家都願意支持 如果現在做得不好 想選什麼 都值夢中選會比較快 當然一樣是院長 但另外一位院長 行政院長 卓倫泰的狀況 完全就不一樣了 他的好感度支持度 一口氣就跌了3%多 過去這段時間 到底行政院做了什麼事情 會跌得這麼嚴重呢 最新的立法院的總預算僵局 行政院現在卓倫泰告訴大家 他很有信心 他找到了一個折衷榜本的方案 這個絕對可以解決 他倒閣是萬萬不得已的 這一個手段 他說可以希望按照這個 禁法條例 可以按照預算法 先規定徵詢政院的意見 不知道這個能不能解開 這一個僵局 TPVS最新民調裡面 卓倫泰 TPVS有報導相關的這些 滿意度減了3% 他的最新民調有34%的民眾 認為卓倫泰的表現 這個滿意的34% 一樣34%是不滿意的 跟就職100天相比 他減少了3% 3%換算下來 也有百萬人 對他的這些狀況 是不滿意的 但我覺得卓倫泰其實 很多方面都是反映出 賴清德的做法跟想法 這幾乎是一個傀儡的行政院長 所以他的滿意度 相當程度也反映了 賴清德的這個滿意度 有一個最新的 現在都在討論預算 萬老師他在立法院裡面 直接告訴大家 在質詢的時候 講到稅計勝於 他念成藤語 那官員也不好意思打臉他 只好複數 然後講成稅計勝於 希望萬老師要知道他念錯了 王鴻威把他揪出來做成影片 王鴻威酸他說 萬老師要回去做功課 不然又會講成稅計廚語了 他到底怎麼念錯 我們來聽一下這一段 我先想請教一下次長 這個稅計藤語 因為稅計勝於 稅計勝於 稅計勝於是這樣子 真的把它寫成戶口藤本的藤 因為我不是財政委員會的 那我也算是政治界的菜鳥 然後我進來大概才 八個多月的時間 呼籲大家 就是不要只剩下挑別人語病 這樣子的一個功能而已 好 萬老師真的很不受教 大家發現他不對了 還說你不要 只剩下你只會挑語病 以及怪東怪西 說他是菜鳥 所以他只有進去八個月而已 他說因為他是手寫 所以不小心就念成手寫的 那個錯字 他說我自己教的是袖珍藝術 東怪西怪 他還怪國民黨 國民黨的這個手版 蘭魚充術寫成草字旁 所以他說你國民黨 你也寫錯字 但寫手版的不是委員 你自己本身是委員 你的形象還是個老師成績的 請教博弈 先講主榮泰的民調下降 我覺得非常正常 因為感覺起來 主榮泰院長是個榮源 他在跟沒他在 有什麼不一樣 他講的話 賴清德不一定接受 之前和解犯講得很好聽 要朝野 和解 要溫度 賴清德 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直接出來打臉 還嘲諷韓國院長GV的 所以莫忘事實上苦人多 完全沒有要和解 要溫柔的感覺 再加上卓弈泰最近 也很奇怪 邏輯也怪怪的 被罵的是邏輯 開始思考有點走偏了嗎 還說什麼立法院跟行政院 是餐廳跟顧客的關係 我真的不懂 立法院是監督單位 行政院是行政單位 請問一下 兩個到底哪裡是顧客 哪裡是所謂的 餐廳的關係 所以開始講的話 非常的奇怪 所以到這種情況 他的民調會下滑 我覺得不意外 因為對於很多人而言 看到卓龍泰 從原來的期待 到漸進的變為不期待 當然民調會下滑 那卓院長自己 我覺得要加油 怎麼樣找回你的存在感 我覺得是你 能夠做行政院院長多久 最重要的一個指標跟因素 那接下來就是 討論到卓龍泰院長完之後 我覺得 誰害他民調往下降 除了他自己之外 還有很多民進黨立法委員 狀況也很糟 一起把執政黨的行政院院長 一起拖下水 先講這個萬老師 我先說 這個不要因為語病 去挑人家錯誤 沒有必要 但是我真的要講 這個 稅計剩餘 這個基本的好不好 我真的講真的是基本的 而且不只是基本 你所寫的稿裡面 你沒有跟你辦公室同仁 討論過這個字怎麼唸嗎 這整個過程要去質詢的時候 你沒有想過 這個東西內容是什麼嗎 所以會寫成 稅計什麼 藤瑜 不只有萬老師 你個人的問題 你連整個團隊都有問題 沒有人知道你這字是錯的 你們之前沒有教稿過 沒有討論過 溝通過這個字嗎 稅計剩餘是 不要說是讀這個系好了 你只要質詢過相關於預算 或者是總預算類型的 一定會碰到這個字 再基本不過 代表了萬老師 不只是所謂的政治菜鳥 你恐怕連最基本的ABC 都不知道 這個是個非常糟糕的 甚至是你連你的團隊 恐怕程度都要再加強 而且我覺得萬老師 要謙虛一點 人家指證 你就直接道歉就好了 還扯了這麼多 這就是民黨最大的問題 就是大家質疑他 他知道自己有問題了 但是他不會說他自己錯 他找個理由說 你看別人這樣子 一路錯下去 一直轉移焦點 這種東西大家不是在比爛 我們希望大家是越來越好 寫錯就寫錯 這回錯了下次改就好 不需要牽扯這麼多 只會讓人家笑話而已 還有包括現在看吳思瑤 是不是也牽扯太多了 他們在思維會裡面 開會的時候 吳思瑤 因為藍穎認為吳思瑤 真的是瞎裡有一大堆 每次開會的時候 都像跳針一樣 講一些他們覺得 非常非常厭煩 所以台下的國民黨立委 包括羅志強 他們就拿手機 看起來好像在拍他一樣 但是羅志強說沒有 我拿手機在自拍 但後面有民進黨的這些助理 就在反拍羅志強說 你明明就在拍前方的人 但是我看他手機 是沒有出現吳思瑤 你明明往前拍 你怎麼說自己在自拍 所以這個影片就被吳思瑤 PO在臉書上說 羅志強你真的是耳男吃汗 你明明就是在拍我 但羅志強說 我都沒有說他是政治痴女 請推向這個笑容的管理師 那羅志強也特別強調 他對吳思瑤 沒有特殊的這一些情誼 沒有要去對他 說我愛他愛得不得了 他會我都要拍他什麼的 他也特別講 司委會都有全程直播 記者也都可以拍攝 所以他就算是拿手機拍吳思瑤 其實大家通通都在拍 那許智傑算不算政治痴漢 我覺得算 他的痴漢對象是葉元芝 他不斷的緊咬葉元芝 要跟他挑戰24噸 證明他是阿公很溜辣 所以他非常年輕 那葉元芝說 你現在是不是要拚 高雄市的民進黨的初選 因為太多人要選了 所以你咬住葉元芝 每天吵話題 然後他還蹲給大家看 怕大家覺得他24噸有問題 他就真的有跳起來 但葉元芝說 你路上遇到狗咬你 你不會把他咬回去 這就是許智傑在跳 我不知道算不算標準 但我覺得也算厲害 那這個許智傑就覺得 他不需要 許智傑就給他下戰書 然後他也扯到說 如果你體力輸的話 怎麼面對你的罷免 葉元芝說 許智傑罵他法技陷高 他不會怎麼樣 但是韓國瑜院長會覺得不止 我覺得葉元芝不要每次都扯到韓國瑜 許智傑說頭髮少都要站出來 對抗許智傑的這個霸凌 那你講到高雄市長 柯智恩也開始酸潘夢安 說高雄市你們不是 派個西瓜都會贏嗎 為什麼要空降潘夢安 空降潘夢安是不是代表 其他人都很弱 其他人都很弱 是不是代表柯智恩真的很強 所以要空降派一個人來 請教兵哥 我是覺得 羅志強跟吳思瑤這個爭子 真的很好笑 老實講那是個公開場合 對啊 就算拍了就拍了又怎樣 他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在幹嘛 而且更好笑的是 你說好假設羅志強真的有拍 那你說他這樣就叫政治吃飯 那請問一下那個 後來在拍羅志強那個人 是在幹嘛 對羅志強吃飯 他對羅志強有什麼想法 痴情羅志強 是這樣嗎 不然的話他為什麼要去拍羅志強 所以搞這種東西真的很無聊 我覺得吳思瑤 還是好好的去問你的證 不要去每天扯這些有的沒的 那裡是一個公開場合 而且說真的 我也不太相信羅志強 會對你有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要拍你要拍幹嘛 你說他收證我倒是相信 因為你的外號叫吳造謠 很多人都在收你的證 準備將來要罷免你的時候用的 我聽羅志強講說 因為他每次開會的時候 都跳針重複講的話 他都受不了了 所以用手機這樣的方式 可能就會讓他節制一點點 我覺得不會 羅志強你死了這東西吧 他一定會跳針的 那至於說許智傑 許智傑我覺得他是 終於找到流量密碼 因為你要知道過去這兩年 因為他一直積極的 要爭取高雄市長 你會發覺他講話越來越 然後越來越硬派 可是沒有人要報導 所以他最近終於槓上 業員之之後 他突然發現有人報導 有版面 對 終於有版面 天天都有新聞 是 所以他現在出奇自勝 就來個24噸 我來看你怎麼樣 可是問題是 你的本職是立法委員 好啦 因為我查一下 許智傑委員58歲 能夠24噸真的也不錯 蠻厲害 那跟你的立願表現 有什麼相關嗎 這跟你能不能做高雄市長 相關是什麼 那賴清德做到總統 要來個48噸嗎 是怎樣 我們以後中華民國 政治人物大概就比噸嗎 這實在比這個東西毫無意義 但是我也拜託議員之 你不要豬臉無辜 人家在笑你不要 你去扯韓國瑜幹什麼 然後許智傑也是個不安好心的 把全國所有法制限高的人 全部扯下來 你們是這個傷害越過越大 你覺得這樣是好事嗎 我覺得就到此為止 不要理他就好 那這個柯智恩的部分 這個潘夢安 我老實講 當然對柯智恩來說 因為之前你們TBS有民調說 其他五個都不是他的對手 其實當時民調解決出來 就跟柯智恩現在的詮釋的說法 是一致的 就是這五個人 好像看起來都不夠強 那問題是 第一個現在潘夢安 還沒有說他要下來 他也不敢承認 賴清德還沒有受益 可是問題來了 你說現在在高雄這五個人 真的夠強嗎 如果真的夠強的話 其實現在泰式應該看起來很明顯 可是他們現在這五個人 看起來是差不多在伯仲之間 所以我覺得 有的時候不一定是要選最強那一個 而是要選擇能夠擺平其他人那一個 那問題是 還是要選一個賴清德喜歡的 對 因為只有賴清德 能夠擺平這幾個人 就這麼簡單 所以有的時候不是單純誰最強的問題 而是誰能夠掌握全局的問題 當然民眾很關心的是我們的用電 我們的核能到底如何 行政院長給大家講說是表白 最直接的一次 他接受媒體訪問 他說我們民進黨政府 對於新核能技術 是非常的開放 甚至把這些核電廠 雖然已經除役了 已經準備要結束了 我們現在核電的發電還是零了 但是員工我們有把他留任 等於說他們檢討反核 現在是最明確的一個表白 但是很多這個包括藍的白的 立委都說不要只出一張嘴 你是不是又打算要新型的核能 要大賺一筆 還有包括張祈凱也講說 你先弄清楚成本 不要什麼都搞不清楚 現在就來講這些 中火蒸汽惹 環境部也說空污減量大概超過四成 經過審查通過 那昨天也有網友心血來潮 在清晨五點多的時候 去發現說台電的這個發電量 在我們半夜到清晨的時候 整個火力發電 不管燃煤 氣電共生 或者是民間的燃煤 燃氣等等 這加起來 火力發電居然高達98.15% 然後民眾講說 這全世界罕見的 當然天一亮 有風 有水 有炭 太陽的時候又不一樣了 那還有另外一個狀況是 長榮他們有特別講 他們買了33架最新的 這個相關的飛機等等 但是有一個狀況 接下來這個相關的環保裡面 航空的燃油費 要一口氣增加三到五倍 會不會轉嫁到機票上面 講白了就是你買的機票 可能會貴個三到五倍 消費者你動得住嗎 出國假設飛一趟 亞洲的話一萬塊 直接變三萬五萬 你有辦法嗎 長榮講了一件事情 他們的總經理說 這個會有一個問題 所以希望政府有政策 要有紀律的措施 但我一聽到說 希望政府有政策 我頭皮就發 請教博弈 政府的政策就是轉嫁給民眾 要不然就拿我們的稅金來補 先各位報告一下 永續航空燃料是好東西 真的非常好東西 它優點非常多 它可以減少高達八成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 還可以讓燃油效率提高 一趴到三趴之間 非常多 讓空氣整個變好 非常棒 但有一個致命的缺點 非常貴 它是一般航空燃油的五倍價錢 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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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非常高 最貴就是燃料費 沒錯 五倍 所以如果真的要達到 百分之百用永續航空燃料 這個費用 我講難聽一點 這些航空公司是不會出的 它一定是把這票價 轉給所謂的一般的民眾 政府要怎麼樣來補助 或有沒有配套措施 會是接下來一個 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問題是 我對於賴政府 真的沒有信心 他講的都很好聽 綠能 非核家園 然後零碳淨排放 結果現在核電要不要用 又出現很大的問號 不曉得 可能要啟用了 為什麼 因為台電上面這個表出現 居然大家最討厭的火力發電 在深夜裡面 居然高達將近九成八多的使用率 大家都知道 火力發電最大的問題 就是碳盤放量 它會造成污染環境 造成我們身體的受傷 損害 所以大家一直不願意 但沒有想到 火力發電居然現在高達九成八多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核能消失了 核電是零 現在核三廠二號機大修 再過不了幾個月 明年年中 就要完全消失了 請問一下 在當核能完全消失的時候 其他的電 其他人能 又補不上來的情況之下 能夠怎麼做 只有火力全開 怎麼辦 要不然跳電問題更大 難道真的要像郭志輝 經濟部長講的嗎 未來要演繹什麼 地熱 天啊我真的昏倒 大家去台電查一下 知道地熱占全台灣總發電量有幾%嗎 百分之零點零零一 百分之零點零零一 而且地熱已經講好久了 對這個居然可以拿出來討論 我跟各位報告 地熱拿去煮蛋 泡溫泉 經濟價值都比較高 好不好 不要來發電 不要說什麼要專地什麼五公里 四公里 來去研究這些東西 完全沒有任何的意義 真的一個好的能源 真的適合台灣能源 我老講大家可以來討論 但問題是 不要用意識形態來綁架民眾 然後用意識形態綁架完之後 更糟糕的是 電價上漲了 誰的錯 不曉得 是我們民眾的錯 我今天看到一個最新的新聞 說彰化有個深港 滿鄉下的阿嬤 他自己照顧 因為他的電費 居然收到最新的電費 一萬七千 比上一期暴增了五倍 台電去查 說都沒問題 操表都沒問題 可能是因為冷氣的關係 所以就真的 然後這個阿嬤很辛苦 鄉下的阿嬤一口氣 要拿出一萬七 沒錯 要知道現在很多這邊用電貧戶 因為他不敢大量用電 因為費用越來越高 現在感覺起來電價比較低 是因為政府在補助 隨著接下來不補助的情況之下 電費勢必要由人民來負擔 而負擔的情況之下 是否一些比較辛苦的民眾 還能夠過得 有現在這樣的生活品質嗎 真的要打上一個 非常大的問號 好 我們更多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你家有掃地機器人嗎 是來自大陸製作的嗎 接下來要仔細看 因為它有一款的掃地機器人 它裡面居然是有攝像鏡頭的 於是乎在美國就有這個律師 他發現說他們家裡面怎麼會發現 在掃地機器人的時候有出現雜音 用APP一查 居然有駭客駭入了他們 藍牙控制的攝影機 重新射密碼之後 對方還出現又罵他髒話 把他罵回來 而且他盯著正在洗澡的 孩子的這個廁所裡面看過去 太驚人了 他也不是唯一發生的 還包括其他州 都有同樣的一個狀況 他說還有包括他們這個掃地 七星人會發瘋似的追著家人 或者是追著他們的狗跑 他覺得很駭人 現在傳出來是這個 這個所謂的柯沃斯的D-Box D-Box這個品牌 所以大家可能要做相關的調查 他們也講說11月會升級 相關的這些措施 包括在韓國也發生了 中國做的這些監視器 有入侵在韓國 高達80%的機器 會偷拍人家的裸體隱私 甚至有傳出了很多好幾百部的 偷拍的影片 在暗網裡面還複射了日期 跟拍攝的地點相當的駭人 那駭客還會利用 他們內建的錄音系統裡面 讓這個女孩子靠近攝影機 趁機錄下更清楚的 這個裸體的影像 過往也有曾經這個寶寶的監視器 有傳出很奇怪的男生 媽媽 人妻嚇壞了 立刻問他老公 是不是老公透過APP他打開 但老公說不是 但是廠商說他們初步排除了 第三番入侵的可能性 請教博弈 電子產品出現異常 通常有四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 靈異事件 我常看到這些很奇怪的 第二個電波干擾 互相的共頻或什麼等等的 第三個機械故障 它當機了 因為機械產品 有時候會自己當機 也發出奇怪的聲音 監視器曾經有發生過 鄰居的聲音穿過來 有可能 對 但是的確是有可能的 第四個就是被駭客入侵 目前我們討論到 比較像是駭客入侵的結果 根據以色列 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自然維護非常強悍 他們在這方面非常的專精 他們的高手 就直接對外宣稱 只要是有連上網的東西 他們都有辦法入侵 通通都可以害 通通都可以喊進去 不要說什麼 像什麼臉書 通訊軟體 連監視器 掃地機器人 無人機 手機 你想得到的 有連上網的 他們都有辦法滲透進去 而且我相信 對 我相信他們有這個本性 他們只有這個能力 掃地機器人 看他很可愛地上爬來跑去 又要滾來滾去 邊掃邊錄影 而且現在很多 他們這些機器是 雙向通話的 就是說他不但 可以收到你的訊號 我現在掃地機器人 為什麼要錄影 還可以對話 就不曉得 他們現在設計得很高級 因為有些可以聲控他 包括了 像一些監視器 看小孩子 或看動物 他可以講話 來跟他們來對話 包括跟保母對話 就是說現場發生什麼事情 遠端來監控 但問題是 隨著他的功能 越來越強大 當他被駭入了結果的情況 損失會更嚴重 因為所有的東西 幾乎都跑不掉 你一舉一動 你的小細節 他全部看得很清楚 而且你根本不容易抓到他 所以我只能講 當現在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不需要去強調 是哪一國製造的 因為對於駭客高手而言 沒有差別 哪一國製造的 他們都有辦法來處理 所以資安的維護 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東西 而我們台灣政府 也特別注意這個事情 因為之前才傳說 好像有我們國防部的 一些情報人員 資料都外洩 很多資料都被他偷光光了 很多駭客隨時入侵 我們一些國防系統裡面 這些是非常要注意的 因為這些感覺起來 好像是小事情 但當你一點一點 洩漏出去玩之後 最後所造成的結果 是我們無法去承擔 我們無法去負荷的 我幫博弈補充一下 我們不是被駭客入侵的 我們是自己把email給流出去了 我們自己就搞砸了 最新的小米先進的製程 傳出說他們有第一款 3奈米的手機處理器一出來 震撼了整個全世界 怎麼小米有那麼厲害 到底誰提供給他技術了 所以美國現在可能會對他們 提出新一步的制裁嗎 大家高度的討論 講到有關這個中國裡面投資 特斯拉現在有個故事被挖出來 當初他到大陸去的時候 敲磚的時候 這個大陸開給他超優渥的條件 跟大佬暴露這些建言 送給他26萬平地 還有200億元的人民幣 2017年上海政府還力要他登陸 所以用他不用掏腰包 可以建廠 唯一條件兩年之內 要把零件供應鏈給國產化 等於說是不是間接的 要去學他的這些技術 那核大工業的董事長也講說 你成本搞不過他 他免稅 免折就 又有補貼 又有借款免息 甚至還免還款 那中國的複製能力很強 沒關係 給他這麼多的傻比數 反正中國很快很快就會學回來 他頂多一年的風光期 現在馬斯克臉都綠樓 本來傳出特斯拉 FSD 就自駕系統這些 要進入到中國的市場 應該在今年有望可以解決 但是又傳出來 又再度的卡關 一卡關其實影響非常非常大 那這個新聞也很有趣 馬斯克已經正式做了 他每天要送出100萬的美金 給承諾在11月大選之前 每天送大概台幣3200萬 給簽署美國憲法第一跟第二修正案 請願書的這些賓州選民 而且真的已經送出兩張了 很多專家講說 那你這不就是變相幫川普買票嗎 這不就是會選嗎 那相關的單位也說說 應該要去好好調查這件事情 以及現在最新的英國民調公司調查 在這些搖擺州裡面 川普已經拿到 比較多的這個關鍵招作的 所以他的選情是有 迅速的升溫的這個情況 那賀錦麗的這個勝算 好像越來越小了 請教賓哥 小米這個消息當然非常震撼 但是他現在是宣稱 他已經進入流片了 也就是直接上生產線去製造 然後看他製造整個過程 是不是都順利沒有問題 那問題是 就算他設計得出來3奈米的晶片 那大陸誰來幫他做3奈米的晶片 這個恐怕也是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他們現在其實在我看來 這比較像是小米漲價的一個說法 因為他說今年就是用了3奈米的技術 所以我要漲價 但小米在漲價也還滿有競爭力的 在價格方面 因為他的優勢就是他雖然漲價 還是別人家的高階機便宜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到底是不是話術 這個當然還要看最後他成品機出來之後 到底是怎麼樣 當然馬斯克他想要在大陸 進行他FSD系統 去年的時候就講說 好像大陸跟他談得非常愉快 然後今年就是說 好像應該可以定了 可是現在又出現變數 其實我是從頭到尾 就一直認為會有變數 為什麼 因為這個自駕系統牽涉到很多的 這一些感應器器器的問題 這些器器都會收集周邊的數據 那在大陸的話 你到處收集他的數據 對他來講是會產生國家安全威脅 對美國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他一直對大陸的車子 進入他的市場他非常疑慮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你說連美國都防成這樣 大陸會不防這件事情嗎 所以我認為大陸那邊應該 還在做相關的一些評估 你說讓外國掌握自己 國家內部的這麼細節的數據的話 我想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小心謹慎 所以我不認為會這麼快 至於說這個每天砸一百萬美金 如果是在台灣 我給你保證這就會選 因為我們台灣的法律 他一定是會選 但他的理由是說你簽這個 雖然是有利於川普 可是這個中間有沒有少了一層的 這個直接的關聯 這個會是他便捷的理由 你忘了郭董那時候也是連訴書 對 就叫大家來簽連訴書 就不行 就已經直接被抓是會選 所以這個東西在我看來 是非常嚴重的會選 但是對馬斯克來講 他一定請律師精算過 我認為他不會有事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劇團現在要開演唱會了 但是議員現在投莫利休 到底要抽成多少 最新有人整理出來 說他票房的抽成10% 他無上限 廠租還要包括一天210萬 所以舉例像周杰倫要演唱會了 即將要開賣了 但是人家幫他算一算 說他的這些經費成本加起來 至少要花1億元 連阿妹在年底要開唱5場 他的場地費1000多 票房抽成要7000多萬 加起來成本也要 光是付給市政府的 就要上一元 所以這樣不就沒有競爭力嗎 那原本傳出來說他抽成的這個上限 是700多萬 但現在沒有上限 所以抽一抽隨便抽就7000多萬 很嚇人 議員擔心說你這成本這麼高 那歌手我唱得那麼辛苦 我還要交給市政府1億元 沒有競爭力 大家會跑去高雄 或者是把票價這些成本 影響到票價裡面 歌迷要花更多的錢 那高雄去高雄開賬很多 所謂的增值30億元 連這些攤販一口一天 兩天就會賺到1.8億元 人家是免場地費 免抽成 那台北市要怎麼跟他競爭 那一樣是跟行銷有關 麥當勞居然出現了一個 他們送獵人的 這個相關的卡包 但是他送給很多的網紅 就網紅一下搞不清楚 把動漫講成卡東 或者是不知道主角的名字 然後其他的網紅有開箱 證明自己是粉絲 大家都大罵他說 網紅有了不起嗎 可以不用錢 他們根本就搞不清楚 那麥當勞說 好啦 惹那麼多爭議 送100套 肯德基有一個經典的 薄皮嫩精的 那網友一直說 他的果粉味道變了 覺得很奇怪 但發生了鬼故事 因為他們當時 當下的店家跟他講說 確實有更換 但肯德基官方的正式回應說 從來都沒有改過 那到底怎麼回事 全家飯糰有一個賣得很厲害 他的蛤蜊飯糰 清酒蒸蛤蜊烤飯糰 那他用的是炊米 他裡面的蛤蜊居然可以放到 七到八顆 所以他有爆紅 這都是行銷 但有關大巨蛋抽成的爭議 請教博弈 先講大巨蛋問題 真的是非常多 從大巨蛋去年啟動到現在 我至少質詢了三次 問題一堆包括了座椅的問題 樓梯指滑條剝落 通道不開放 還有漏水 大巨蛋現在官方記錄 啟用不到一年 至少漏水17次 只要每次下雨就漏水 不只漏水 漏水完之後 處理的方式 據說用美國的防水交代 也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方法 防水我們聊過 我們直接跳做抽成吧 接下來這問題已經很多完之後 大家開始看到 好吧 既然外觀包括一些內部狀況不是很好 費用事物相對來講 你不要太過離譜 要知道大巨蛋雖然它是BOT案 但不要忘記了 它還是屬於公共財 也就是說它必須要符合基本的 所謂公益價值跟回饋市民的東西 但大家知道 大巨蛋我們簽完約 它的公益時段一年有多少天嗎 10天 一年就10天 10天 對 只有10天 然後這10天 還快到國慶日 對 這幾乎用不夠 所以遠雄還在說 我給你們台北市政府 用的公益時段超過10天了 你們應該絕對高興了好不好 那這回饋到當初是跟誰簽的 我不曉得 它這一年一直是不停在改約 所以這不停我們正在追 真的有點不太合理的狀況 不只是它這公益時段過少 它的租金各方面有點太過於高了 比賽球賽的競技比賽 它的抽存10% 但金額上限是735萬元 就是不管多少錢 最多就收735萬元 但是如果大巨蛋舉辦演唱會 它抽成是無上限 光張會面的演唱會 估計會抽走7千多萬元 更不要說其他的東西 這7千萬是進到市庫 還是進到遠雄 遠雄抽走 遠雄抽走 所以大巨蛋對於整個營運過程而言 好像營利的性質味道太重了 這個東西老實講 不是說不可以 但問題是 對於整個所謂的周邊的一些規劃 包括帶動一些買氣 是正向的嗎 要知道高雄因為他不收這個錢 所以他相對來講 票價也許可以便宜 相對來講很多人願意來 他在周邊會消費 住宿 餐飲都會提升 但是當大巨蛋 他不只他的抽存高 租金也非常高 他的演唱會的租金費用 一天210萬 張惠美族5天要付1000多萬的 場地租金費 在高雄不用錢 對 不用錢 這些多出來的費用 請問一下 會是這些表演團體自己吸收嗎 可能不會 我們吸收吧 沒錯 他當然會轉成票價 要讓所有的民眾來吸收 這問題有解嗎 目前我老實說還沒有解 因為根據目前合約 遠雄必須要連續兩年考核未過 才能解約 所以我只能說希望遠雄 要負起一點社會責任 也要顧及一下聲譽 該要有的公益性質 必須要給民眾 這才是一個最好的做法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台中這樣的話都發生了 非常奇葩 離奇的事情 誰要看到這個地方 看到這一些畫面 很多人想說 你是排隊要買什麼東西嗎 但不是 凌晨三點 這些學生他們排隊 去排補習班 還是知名的補習班 大排長榮 擠滿了學生跟家長 為什麼 因為要搶下一個學期 課程要搶化位 網友說 主要是因為要離老師 近一點點的話 你要提早去排隊 也許你化得到位 但位子可能就沒有那麼理想 補習班八點 早上天亮的時候 開始發號碼牌 凌晨五點已經排到隔壁的超商了 我們現在的教育一直改一直改 怎麼改到補習班 還要搶成這個樣子 這實在是太離奇了 包括我們看到彰化縣 有這個農民 他養了237隻的 鵝鴨突然猝死 那懷疑說隔壁的鄰居 可能有對他們下毒手 是不是噴了農藥等等 但他苦無證據 怎麼辦呢 到附近的北斗的這個電暗宮 他就跟媽祖祈求 希望媽祖顯靈 幫他這個破案 後來沒想到 真的就在他這些鴨子裡面 驗出了劇毒分化力 後來一查隔壁居然是用無人機 在非常無人機的狀況之下 就殺死了這些牙跟鵝 因為他灑了這些農藥 灑到這麼些人 然後於是這個鵝鴨的主人 就立刻捐了20萬給媽祖 感謝媽祖顯靈 請教兵哥 我覺得無人機噴農藥這個東西 我們政府真的要趕快做一個規範 因為以前你人在地上噴也就算 你現在在空中噴 如果風很大的話 你不知道會漂到哪裡去 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這是劇毒 真的不要開玩笑 我覺得政府要相關的這些 以後如果我們到鄉下去 看到稻田 人家如果在撥農藥的時候 可能也要小心一點 那一陣大風吹來 你搞不好 你跟這些鵝鴨一起中毒 這非常危險的事情 至於補習班這個 說真的 我以前補習的時候 都沒有這麼誇張 不過可能我們那時候 真的比較混 我們都想坐越後面越好 你起來那邊前面去幹嘛 對啊 如果要偷吃餅乾什麼的 第一排怎麼吃 你躲在後面 應該愛做什麼做什麼 當然這就表示這一些 去排隊都是很用功的 你知道他們排多久嗎 人家8點準時到人 到下午3點才報完名 5個小時 對啊 所以我這報非常久的時間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驚人 那我就覺得 現在台灣少指化 反而看起來競爭法 超級會不會太多久的時間 不是真的嗎 那我怕